上师还有佛弟子的心传 上师的心跟佛弟子的心如何做传承呢? 心传 心意的传承 那在金刚圣的传承里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最初的普贤王如来到现在 最初的普贤王如来就是圣者遗传 第一种 普贤王如来就是本出佛 本出佛他的心跟现在可能是在座的各位 直接传承在修行的过程中 就是本出普贤王如来 他早已正得三轮提空了 空性实相的境界 但是在座的弟子众 就是跟普贤王如来一样 同时正得三轮提空 在刹那之间融入法界 这个叫圣者遗传就是这样 就是上师普贤王如来 跟弟子之间没有任何的媒介 不用透过人家讲 不用印成书还有法本 他直接就是跟你同时正悟三轮提空 相互有他心通 这个佛都有三明六通 六种神通里面有他心通 有这个他心通 就是普贤王如来 他的心就已经是三轮提空 涅槃极境 就在这个实相的境界 行者弟子众跟普贤王如来 他的心是一样的 相同的 共同证悟成佛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叫迟名标传 标就是这个标会的标 标会啊那个标 什么叫迟名标传呢 就是指上师和弟子之间 不需要很多的言语 迟名嘛 迟名就是了物 通达 他和这个弟子之间 有高度的相应 就像有的情侣 因为很亲密 有一个小动作 一个眼神 彼此就能知道 你现在想吃饭 你现在想逛街 你累了 你饿了 就能知道 但是他这样的上师 与弟子之间的互动 他这种迟名标传 他没有需要很多的语言 就是象征性的表达 弟子当下就能顿悟解脱 比如说上师 就等待这个弟子的姻缘 给他大吼一声 或者狠狠地打他一下 这个在中国的禅宗 叫做棒与喝的法门 对不对 喝就是吼他一声 棒就是给他一棍 当下他去除妄想 分别执着 而体正实相 也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行者 有类似的情境 他的上师 他的师父 没有给他棒 也没有给他喝 结果他摔了一跤 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由于弟子和上师 有高度的相应 这还有很甚深的姻缘 所以当下 无论上师是吼一声 或者打一下 就能体会到上师的心意 与上师无二无别 上师有多少的成就 行者就有多大的成就 因为上师他成就 这正量到哪里 你跟他无二无别 你当下正量就跟他在那里 当下就相应 这种方式就跟他说 但是这种方式在现在末法 恶业的众生 很多学佛修行的人 福宝 障众 已经渐渐在失传 越来越少 所以达摩祖师 他就是来东土 到震旦 现在的中国 他来干什么呢 他来找一个不受祸的人 不受迷惑的人 就找一个人 你看看 找不到 他先去找两五弟 根本就是完全都不契计 一个是已经成就的成就者 一个就是初修 喜欢做功德善事 他以为就是做功德善事 就是一切的修行 功德很大 这个佛菩萨一定特别保佑他 将来舍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 初修就是这样 他不知道修学的要点在哪里 也得做任何的功德善事 他就是资粮 这些资粮是为了成熟自己的心 能够提振实相的 他还没有办法修到这里 所以两根坛完全不契计 这没办法 他看一看到处也去参访寺庙 听一听这些修行人 出家人 他们的见地 没有姻缘 就在山洞 一坐就是九年 就在那边等 等到姻缘成熟 就等那么一个人 就把这个证悟的 所谓的佛祖西来意 佛和祖从西方传承过来的意 传承给他了 传承给二祖 慧可大使 所以这个是非常少 这样的因缘已经越来越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